我能不能在你那个水果店吃个榴莲自助 就是一对饭一对给你多少钱 就是你自己要给我一口价 让我随便吃你的榴莲 一口价给你多少钱你会同意 四百八吧 四百八吧 四百六 只要心中有自助 天下处处是自助 兄弟们 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榴莲自助 咱们出去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卖榴莲的 在他摊上吃个榴莲自助 看看需要花多少钱才搞定 我看到这里有个水果店 兄弟们我特别想吃一个这个榴莲自助 问问老板能不能同意啊 他在忙他等一下 榴莲特价二修 看这个什么都是 我东西挺多的啊 哦这里有榴莲 大姐忙完了没有大姐 问一下榴莲怎么卖的 一斤是吧 一斤能出多少肉大概 大概就是出 有五块肉就是一斤的二斤的 那还要去掉壳子对吧 可以半斤肉 一个一个里面的出半斤肉吧 半斤多少 净的就是 这一个榴莲大概卖多少钱 一百多 一百多 二十九块多多少钱一斤 大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我有个想法就是 特别想尝试一下 我能不能在你这个水果店吃个榴莲自助 就是一对饭一对给你多少钱 就是你自己邀咕一口价 让我随便吃你的榴莲一口价给你多少钱你会同意 就我坐在这吃我不开玩笑那家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特别想尝试一下在价格随你要只要我觉得合适我就在这吃不开玩笑多少钱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一倍多了呃一个一倍多一个能处半斤肉吧 半斤肉肉你看你要多少钱多少钱你能我就在这吃上我就随便吃榴莲 多少钱嗯 对你看就是价格一定你有定我就是管我就搁这个吃我不开玩笑啊 一百块钱 随便我吃榴莲那我炒过了两个东西因为炒过一百块钱那你不亏了吗 你最多吃一个了不就了 那要吃炒过了我不会再留下付钱啊 你随便你吃你最多吃一个吃吧你要我吃的我的意思就是让我吃饱这一顿我也炒过一个了一会再吃第二个时候那我不会再留下付钱啊 这边再来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 嗯 吃好了 一百块钱子买吃 烤过来我不会再加钱啊不收集吧 那我若走 这先耍耐力就让我一服 那我先看一个啊 好 这是什么榴莲呢 值多少钱这个 值多少钱这一百二左右 那这一个吃完就不就亏了吗 嗯 这 说话三话不生气啊 不生气 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地方何非这种吃到榴莲自助 这一盒是一百块钱那你这盒吃完就亏了了 我以前最多的时候吃过四个榴莲 真的 这个不叫金蕾对吧 叫不金蕾 但是口感挺好的 好 哇 臭香臭香的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榴莲自助 你知道 自助餐去吃的有的它开了好长时间 你不知道是不是刚开的 好长时间 好吃 还好 哇 看这个榴莲肉兄弟 哇 啊 快点 啊 过瑜 兄弟们 兄弟们第一个已经吃完了 半斤包完没有啊 好嘞 我吃完了一个 那你能吃几个 我不知道 我能再吃一个 再吃一个 嗯 你吃一个不行吗 没吃饱一个 再吃一个那就不就快了吧 快了 那你没事 你可以再加点钱也没事 你一百不到的话你可以再加点钱 加多少喝 你加吧 你加 再吃一个再加一百块钱 行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是第二个榴莲了啊 第二个榴莲 这个肉也不少这么多 我去啊 那你要一口加吧 你再要一口吃饱好吗 一口吃饱 让我吃饱啊 我就想吃饱 我吃完这个之后 我可能还会再吃 要一口加让我吃饱 那我一口吃完卖的 卖三米吃多不少 那多的就是五百块钱 哪里啊 不是 我就总共 啊对 五百块钱 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我随便吃 你不就两个了吗 一会吃不够我吃的 其他吃不够我吃 不是两个 那一个大了六斤来的吧 我吃了我就吃 吃饱我就吃 四百八吧 四百八 四百六 啊四百六 哈哈 我先付给你啊 四百六啊 这这回吃多了一会 那不能放点 我不再加钱了 你吃吧 我没听明白 你以为是吃一个 我感觉一个吃一个 最多吃一个了 是吧 我一期收款27元 早上涂一次也没搞过这 你也没搞过这 你已经当时没反应回来 没听明白什么回事 嗯对 再来一个 给 老板娘那我吃了啊 吃吧 嗯 出于这一会会 没有两个是 不叫出于前出于 四点出去了 差不多了是了吧 我以为我能吃四五个了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还剩一点点 一点点我估计这个 现在差不多饱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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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